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幼儿园开始 我们就用沉浸式教学法 让小朋友沉浸在客家化好好玩的气氛里 还能开发小朋友大脑里的语文潜能 好运的客家结合成是 踊跃地在提升客家文化的能见度 广泛又盛大的举办了各种客家语言文化的精彩 飞摇里面都是生活的情境 后果传唱 更能发挥影响力深入人心 童话歌唱大赛和童话逆摇大赛 不只让小朋友们熟悉客家化 也让亲子之间更紧密地有了时代的对话 故事里面都是土地的历史和生命 好运有长青课与江湖比赛 透过长辈们精彩的人生历练 把族群的生活智慧传递下去 有了家长何老师的鼓励 小朋友们说起故事也很有趣哦 桃园的客语说故事竞赛 看着听着 真是会让人入迷的 桃园有全国最多的客家语言 新传师用心设计各种活泼的 客家化教学活动 深入到城市里的各个生活环境里面 有家是一半 没错 我都开了 可以与小小店长体验 带领家长和小朋友们 认识生活里各种店家的工作环境 鼓励家长和小朋友们在生活里 使用客家化 嗯 好吃 桃园一直在营造客家语言的友善环境 让更多的公共场合里 能有越来越多人听客家话 讲客家话 这个姐妹是和的意思 比较特殊的一个字 军中的弟兄姐妹们 也报名了桃园的客语认证班 桃园捷运的客语认证班 桃园捷运的客语认证班 除了推广搭乘时能应用的客家化 更从生活面出发 让学员们喜欢客家文化 进一步爱上说客家话 在桃园 无论是本土经典 或者世界名著 我们都可以在客语环境里 观赏和阅读 在桃园 电影和音乐这些流行文化 也都能听见客家的声音 桃园客家不一样 发现说客家话正在流行的吗 想跟上的话 只要来桃园 我们还有很多的故事 可以说给你听 他们可以听纸同心 要亮 起来 沙偿 住货 在桃园 给努力 成績